拜仙粉丝送给我的地图 送给班拉的地图 我上一句话说三遍 以更新修复bug 啊 喜欢拜仙哥哥的粉丝也会喜欢我 彩蛋部分 这是啥 戴地图的时候能不能戴上我 这个好说 你来找我我就可以戴你了 让我先跑 跑 啊 啊 这上面有空气墙呀 出生在空气墙外 我咋进去啊 从后面绕进去看看行不行 这有箱子 可惜拿不到 还没法二段跳 看来只能直接蹦去终点了 这是什么 班拉家族进化石 班拉第一代 是个猴 第二代 居然是个豹子 第三代 看别人做地图时也是这样的 所以也用了这个猪 是个猪 由于作者没有月无双 所以就用米小裤代替了 第四代是月无双 第五代 怎么就成了敦煌女神 第六代 还变成了作者 哦 我变来变去 最后精化成了作者 没有了 哼 小小的空气墙我进不去 看我变成铁牛 一脚踏进去 怎么样 不错吧 这样就可以开始跑酷了 作者是第一次给班拉做地图 好紧张 紧张的 往公告牌后面 放了个箱子 赶紧拿上里面的钥匙 这是一段跳 然后是二段跳 简单 三段跳 我用触发器 帮你调了重力 我知道你不会三段跳 只是偶尔会 这太贴心了吧 果然要上去的时候 重力就变了 一下就可以跳上去 由于作者太勤快了 帮你铺了一半 老规矩 拿上箱子里的藤蔓 或者梯子 然后慢慢慢慢地爬上去 这个简单 现在的高度乘以10 520 真棒 下面还有像素资呢 先跳水利方 别乱动 或者先想 至于想的是什么 就邀请我进入这个房间 我用聊天框打给你 只要你出现 我就邀请你 什么 不出现 那我撤了 站着不动 就能准确跳入水利方 刚在起点的时候 我就已经拿上了钥匙 现在就直接 拿着箱子里的猩猩 去终点 看完彩蛋之后 再吃猩猩 别问我为什么知道 得先去看彩蛋再吃 因为我刚刚没有看 直接吃了 游戏就没了 就能放进去 就能放进去 点火 又 说 给我 没 我 次